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Raybo Arbe 欢迎来到每礼拜一的Mindset Monday 在每个礼拜一我们跟你聊一聊关于思维 关于想法 关于一些观点 让你能够在生活的过程当中 如果遇到卡关 遇到过不去的难关的时候 能够获得一些启发 给你一些新的方向 让你能够走出这个难关 走向康庄大道 我们刚刚在这个录影的过程当中 有跟Leo讨论过 到底康庄大道在哪一个国家 你们可以去找一找看 还是康庄大道其实不是一个国家的地方 那香榭大道呢 那博朗大道呢 讲了一些烂的笑话之后 我们就要开始进入正题了 如果你现在在一个工作里面 你并不觉得这个工作有很大的意义 然后他没有办法给你动力 也不是你有兴趣的事情的话 那你到底应不应该离开这个工作 这个我相信是很多人都有的困扰 因为我在脸书上面滑的时候 以前常常我的朋友就会说 哎呀我这个工作老板机车到爆 然后同事又 然后工作内容怎样 然后客户怎样 就是很多这个抱怨文嘛 那如果你发现这是你生活中 常常出现的状况 你身边的朋友都是 好像不买他的工作的话 那其实你的朋友都是正常人 为什么呢 因为经过统计我们了解到 原来85%人都不喜欢他现在的工作 那如果你不喜欢一个工作呢 你一年这个下来 会花多少时间在工作 我是不知道 但是 如果你的一辈子 争据这个平均的统计的话 你会花9万的小时在你的工作上面 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喜欢一个工作的话 你要想想看 如果你今天已经过得不开心的话 你要想想看 如果你不换工作 或不做一个正确的决定的话 你未来还有9万个小时 要不开心 跟不乐意 跟不满意 所以是不是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值得去思考 到底你该不该维持在现在这个工作了 好 既然有这么多人都不喜欢现在的工作 那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还是持续在这份工作里面呢 其实最多的是因为他现在的生活 有一定他离不开的事情 举例来说 如果你现在的生活就是租了在台北 每个月2万块房租的房子好了 基本上你只要没有工作 你有没有存款的话 你马上就没有办法待在这个城市里面 有可能因为你觉得这个城市 特别光鲜亮丽 特别好玩 你也不想要回到老家里面去 老家可能就是你以前就觉得 这个乡下地方 很无聊 很无趣 所以就想要到台北地方 然后来享受一下城市的生活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就会因为在这个生活的框架里面 你看我们每一路的成长 其实都是在帮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 增加更多的枷锁 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你在小朋友的时候 因为你没有什么好 这个负责或负担的东西 所以你就住在家里面 其实你的生活的成本是很低的 可是随着你这个可能踏入社会 你就觉得 踏入社会要把妹怎么可以没有一台车呢 是不是 所以你就开始就是可能拿了车袋买了一台车 那你就每个月就要多还了这个车的成本 然后每年有什么牌照税 燃料税 有的没有的税 所以你的生活的成本就增加了 你就帮自己增加了一个枷锁 随着你年纪又变得更大一点的时候 你的身边就开始讲说 哎呀 这个男人怎么可以没有一栋房子 没有一个房子要怎么结婚 对不对 然后就开始说 那你应该要买房子 然后就觉得好像也是这样子 你就买了一栋房子 然后开始缴房贷 然后开始变得怎么样 你又有车袋又有房贷 那你的生活的这个枷锁 是不是又提高了 那你生活的枷锁这么多的时候呢 那你就当然不敢请你的换工作嘛 即便那工作你再堵拦 再不开心 再不快乐 你都觉得 可是如果只要离开这个工作的话 那我现在生命的这些枷锁怎么办 好 那如果你在成家立业了 你有太太 你有小孩子 那你的生活的枷锁就会越来越多 所以随着你的生活的物质的需求提高 以及你帮自己所加上的这些枷锁 这个在英文里面有个专有名字叫做Golden Handcuff 就是黄金的这个手铐就对了 就是虽然呢 这个东西是黄金的看起来很漂亮 但是其实你就是被套上的手铐 你是不自由的 那如果你的生命中做了这么多决定 你也没办法把时间倒退的话 那当然你想要离开你现在的工作 你就需要思考的更详细一点 你需要一个清楚的策略 举例如果你真的 对于比如说宝可梦很有兴趣 你想当一个专业的宝可梦YouTuber 你不可能就说今天什么都还没有做 就只是对于宝可梦的一股热情 隔天就跟老板说老板我要辞职 我要去当宝可梦的这个influencer 不可能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会在你的晚上的时间 开始研究这些东西 开始学习怎么架网站 开始学习怎么买个相机 然后对着相机讲 关于宝可梦的所有的事情 你把这个时间投入在这个地方 慢慢的累积 你就有可能真的成为宝可梦 这个领域里面的达人 从台湾之余 你可能在整个亚洲地区 就慢慢变得非常知名的人士 一开始可能是周末的时候 有人邀请你说 我们刚好有一个新的活动 然后有宝可梦的游戏要上市了 邀请你出席 可能给你一场出席费 3万块 不错 虽然你现在的薪水可能是一个月 5万块钱 6万块钱 可是随着你这个慢慢的累积的增加 你所得到的收入就开始增加 可能三不五时间会找你业配 你这样子你就可以慢慢的 降低你对你现在工作的依赖度 所以如果做一年后 你可能一年靠宝可梦 不是非正职的时间投入 可能一年赚了30万 你原本的工作可能赚了60万 你这个时候你就会想说 这样加起来是90万没有错 可是我的人生当中 每天只有三小时是快乐的 就是当我在回家做宝可梦 这个达人 宝可梦YouTuber 达可梦KOL 都是快乐的 可是我在上班的时候 8个小时 其实都是很痛苦的 我都是在这个混日子 然后混饭吃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决定说 那我是不是 应该要调整我的时间 我要 一天做11小时我热爱的事情 虽然那个代表 我的收入在短时间之内 可能下降到只有 30万一年 可是我的快乐值 却成长了三倍 这时候你就要问你自己 就是 快乐比较重要 还是你认为 所谓生活中 别人灌输你 认为你应该有的 枷锁比较重要 那一台好像看起来 比较让别人羡慕的车子 好像在家长长辈面前 亲戚面前说 对我有一个房子 的这种感觉比较重要 尤其是那些东西 根本就是 你自己是有享受到 可是你真的这么在乎 像我 分享我自己的感觉 我就是极度不在乎的 当然是我现在还没有小朋友 我相信如果我有个小朋友 有个孩子的时候 我也会比较在乎 就是 用这种抉择 就会变得比较困难了 可是当我现在算38岁 然后我就算今天什么都没有了 然后我就说 我只要去一个 小套房里面去住 然后就是 住一家人 三个人 四个人 我觉得都OK的 所以因为有这样子 我觉得其实无所谓 我不在乎别人对我的观点是什么 所以我在做决定的时候 都可以 这么的 这个 你这个可能有些人觉得 你这么自私的做法 可是我的自私是围绕在这个 心里真正的满足跟快乐的 我在做所有的决定的时候 都是围绕在 我真正想要做的事情 去做所有的决定 而不是 针对别人 想要我做什么事情 才符合社会的规范去做的 好 所以回到主题 就是你到底 该不该离开你的工作 如果现在这个工作 没有办法给你快乐 没有让你办法觉得有活力 只要每天 刚上班的时间 你就开始期待什么时候下班 只要开始刚上班 你就想要找机会 去厕所里面偷偷拉拭 然后开始滑手机 放空的话 那代表这个工作 没有办法给你 你所需要的满足 而我们人 一天又花这么多时间在工作 你不应该这样对你自己 但是如果你现在已经有很大的 黄金手铐的话 你就必须要更有策略的去想 你怎么去离开工作 而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做法 因为你不可能就说 我家里的这个 什么小孩子 我全部都不要管了 抛家弃子 只因为追求梦想 那个太不负责任 也不可以这样子 所以希望这些影片的内容 给你一些观点 让你思考下一步 但基本上我是鼓励你 永远选择快乐 而不要选择那些 别人给你的枷锁 好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在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哎呀 拜博 拜博 行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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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